花莲县政府和花莲县观光协会合作的温泉专车 这个月初起跑之后 只要一推出,立即就秒杀 受到民众热烈的回响 二日游已经抢购一空 目前只剩下一日游的行程 每人只要699元 位在狱里的安通温泉区来泡汤的民众 都说只要泡过安通温泉区的温泉 绝对会爱上 花莲县观光协会表示 从即日起一直到12月20号 都可以报名享受整日的旅游 专业学车的导游和午餐 也请民众要把握时间 泡在温泉池里舒服的笑容完全写在脸上 民众特地愿从花莲县来搭乘温泉专车 来到安通温泉享受冷冷的天泡汤乐趣 还说只要到了这个季节 就是要来泡安通温泉区的优质温泉 花莲县政府与花莲县观光协会合作的温泉专车在这个月初七跑之后 只要一推出立即就秒杀 受到民众热烈回响 二日游已经抢购一空 目前只剩一日游行程 每个人只要699元 为在温泉的安通温泉区来泡汤的民众都说只要泡过安通温泉区的温泉绝对会爱上 观光协会表示 即日起到12月20号都可以报名享受整日的旅游 专业随车导游以及午餐 请民众把握时间 记者高双双 玉利正采访报道